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浙江绍兴距离城区23公里外 平桃公路旁有一个叫玉茶村的地方 这里行人车辆匆匆而过 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 就在这片茶园下还埋葬了一个王朝的背影 这里就是南宋地灵 大家看 前方 文宝碑终于来到宋六岭了 这个是浙江省重点文宝单位 这边就是全国重点文宝单位 宋六岭 虽然看见文宝贝勒 但零在哪 还没看见 就可以证明这点区域 就是宋六岭 接下来咱们继续往前走 应该是在前方 咱们在寻找赵构永斯林的路上 大家看 旁边这片区域也是一座陵墓 是一座后陵 宋哲宗孟皇后的陵墓 咱们一会会过去看一看 地面没有任何遗迹了 这有一牌子 大家看 这边写着呢 宋哲宗皇后 孟氏 20米处 就这个位置 既然到这儿了 咱们先去 宋哲宗孟皇后的陵墓 看一看 咱们一会用无人机飞上去 去看一看能不能看到一些轮廓 咱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孟皇后的陵墓 这片区域就是 如果不是前面的一个指示牌子 谁能想到 这是一座皇后陵墓 在上个视频中 咱们已经聊了靖康之变 当年晋国大军攻破了北宋的多城变量 也就是现在的开封 俘虏了宋哲宗 宋亲宗父子 北宋灭亡 除了皇帝 还有皇后 妃嫔 皇子 公主等等 全部押解北上 在靖康之变发生后 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却侥幸逃脱了 他就是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 康王赵构 其实除了赵构 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也逃过一劫 他就是这座陵墓的墓主人 宋朝的第七位皇帝 宋哲宗的第一位皇后 孟氏 在当年 他是宋哲宗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涛涛给挑选出来的 皇帝并不喜欢他 但当时掌握大权的可是高后 宋哲宗是不敢拒绝的 所以只能立他为皇后 后来高后去世了 宋哲宗就逐渐疏远了孟皇后 再后来 孟皇后的福庆公主不幸夭折了 为了安慰孟皇后 她的养母还有一些人在后宫为皇后祈福 说白了就是各种做法 此时得到宋哲宗专宠的刘解缘 向宋哲宗打小报告 说孟皇后这个人在做法诅咒人 这宋哲宗听到话 大怒 最终孟皇后被废了 就这样 刘解缘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了大宋的新皇后 但没过多久 宋哲宗就驾崩了 年仅二十三岁 由于她没有儿子来继承皇位 因此她的弟弟召集继承皇位 这就是宋哲宗 宋哲宗当上皇帝后 恢复了嫂子孟氏的皇后身份 但好久不长 没过多久 当年孟氏的情敌如今已经是皇太后了 她肯定是不愿意看到孟氏恢复皇后身份的 于是她联合一些大臣逼宋哲宗下仗 再次废去孟皇后 最终宋哲宗迫于压力只能废了孟皇后 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特别生气 但好戏还在后头 再次取得胜利的这位刘氏也没有得意太久 后来她被宋回宗给废了 还逼迫她自意身亡了 再后来晋国大军进入北宋都城变量的时候 孟皇后暂时居住在一处民房里 根本就没有发现她 就这样 孟皇后免遭被俘北上的命运 当年晋国大军在离开北宋都城前 他们扶持了一个傀儡皇帝 国号大厨 这位皇帝就是当年义和最坚决最积极的 北宋大臣叫张邦昌 张邦昌知道这个皇帝位很危险 因为来路不正 所以他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就把孟氏接入皇宫尊为太后 就这样孟氏从一位被人遗忘的废后 成为了决定大宋帝国生死的关键人 很快 康王赵构被拥立为新皇帝 当年宋高宗找过将孟氏当作亲生母亲一样 尊重孝敬 孟氏生病后 宋高宗也是亲自侍奉在左右 到了公元1131年 孟氏因病去世 终年58岁 正常情况下 孟氏应该葬回河南拱义的北宋皇陵 但当时河南拱义已经被金国控制了 而且北宋皇陵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按照孟太后倚仗 说选择一个地方暂时安葬等军事安宁后 也就是宋朝大宣打回去以后 归葬祖陵也就是河南拱义的北宋皇陵 而临时安葬的地方就选在绍兴 也就是今天宋六陵的所在区域 孟氏也成为葬入南宋地陵区域内的第一位墓主人 咱们聊完宋折宗孟皇后的陵墓 接下来咱们该去探访宋高宗赵构的永思陵 出发 这座孟皇后的陵墓 距离宋高宗赵构的永思陵 只有一百多米 从这条路一直往前走 应该就能看见 咱们去看一看 大家看 这就是永思陵了 这边有一排子 上面写着呢 这边去是两座帝陵 一座是永思陵 宋高宗 另一座是永复陵 宋孝宗 这个宋孝宗 是宋高宗的养子 这两座陵墓呢 相隔只有七十米 咱们进不去 关着呢 这门 主要是进去 也没什么 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几棵古松了 大家看 这都是古松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片区域 据说是宋朝第十位皇帝 南宋第一位皇帝 宋高宗 照构的长眠之地 根据南宋时期 司陵陆中的记载 说永思陵和北宋帝陵一样 也是分为上宫和下宫 上宫是南宋帝陵的核心区域 也就是帝宫所在的位置 下宫呢 是皇陵的另一组附属建筑 它是用来做日常供奉祭祀等活动 也是守陵人工作的地方 也就说啊 咱们现在看到的区域 是永思陵的上宫遗址 在2018年 永思陵进行过考古勘探 这次发觉 首次发现的是 想殿和龟头屋极致 这两座建筑 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构成一个突字形结构 外形看着像乌龟 因此想殿后方的小房子 被称为龟头殿 地陵核心区皇帝地宫 就在龟头殿的下方 也就说 南宋帝陵的地宫上方 是没有封土的 北宋帝陵的帝宫 基本上都是深入地下 三十米左右的地方 而南宋帝陵的帝宫 非常浅 两米多深 南宋皇帝们 不是没有钱修 而是想以后 如果收复中原 想归葬 河南拱义的祖陵 埋的钱 主要是方便 棺果进行移动 绍兴这个地方 是暂时安葬地 并没有永久性灵源的规划 还有 南宋帝陵 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帝宫 而是石器的墓室 被称作石藏子 如今考古工作人员 已经在宋六陵区域内 发现了五座帝后陵石藏子 包括这座永斯陵 通过钻探发现 永斯陵县 墓口之墓底最深处 约2.5米 墓框四壁下部 仍保存相当数量的石板构架 但对帝陵地宫 是不能进行主动发掘的 因此 永斯陵地宫内 到底还有些什么呢 那就不得而知了 如今这座永斯陵 被暂编为一号陵 那这座帝陵 到底是不是宋高宗 赵构的陵墓的 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工作 才能确定 南宋地灵的第一集 咱们就先拍到这儿 接下来呢 咱们继续探访其他几座地灵 还有宋徽宗的陵墓 谢谢所有观众朋友 咱们下一集 接着聊